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6月7日 一名名叫王新的中国科研人员 因涉嫌间谍罪在洛杉矶离境 准备登上前往中国天津的班机之前被捕 他在被捕后坦承自己其实是一名 有少校军衔的解放军军官 且受到中国官方的资助 律师大维安德森和联邦调查局 特别代理人约翰·本内特 在本周提交的法院文件和周一未解封的投诉中说到 王新涉嫌对2018年12月17日 发给他的J1非移民签证申请做出了欺诈性陈述 王先生在2018年12月 收到多次入境J1非移民签证后 于2019年3月26日进入美国 而王先生的签证申请表明 他从2002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 担任解放军医学院副教授 从事医学研究14年 他此次到访目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进行科学研究 而王先生对该签证申请进行了欺诈性陈述 其实王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军官 有少校军衔 在一个军事院校实验室工作 法院的文件显示 王新告诉美国执法人员 他在中国的上级指示他了解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室的布局 并且将如何在中国复制该实验室的信息带回国 有关官员在这份联合声明中说 王新已经通过电邮将有关信息发给中国的实验室 王新还告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指导教授 他在中国的实验室复制了一些该教授的工作 法院的文件还显示 王新为了增加获得这一万签证的可能性 他故意在签证申请表中 对于他在解放军中服役做了虚假陈述 联邦官员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些实验室工作 由美国健康和公共服务部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 王新承认在前往机场之前 他还删除了微信上有关内容来掩盖自己的身份 如果王新涉嫌签证欺诈罪名成立 他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 罚款25万美元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获得签证 进入美国大学共度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 并且计划取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 数千名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官方估计该计划可能会至少影响3000名中国学生 理由是担忧这些中国学生可能受过谍报训练 目前中国有13所高校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位列第一位 名单中并无清华北大 美国认为中国利用多数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部分中国身份 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2008年 中国政府开启了一项名为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该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重点引进在海外学习的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美国参业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 曾于2019年10月19日就确保美国研究机构不受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入侵举行听证 来自美国几家大的研究机构的代表承认 他们各自所在的机构都发现有参与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千人计划的学者 据悉 联邦调查局2018年开始增加了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政府删除了千人计划的名单 在听证会上 美国几家研究机构的代表都表示 他们目前都已经采取措施 限制中国人才计划可能带来的风险 另外 参与作证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也表示 他们所在的机构也在采取措施 限制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风险 据透露 美国目前联邦调查局56个办事处都建立了反间谍小组 并加强了与当地大学和企业的密切联系 让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才计划的风险 而近年来 中国科学家却在美国连连被抓 去年12月 一名来自中国的29岁哈佛医学院的学生郑造松 涉嫌从其工作的哈佛大学实验室中 盗走了21瓶矮细胞样本 在他打算乘飞机回中国时 在美国波士顿的机场被逮捕 旅美中国科学家谭洪信 于今年2月27日 在美被判入狱两年 被指控从他工作的美国石油公司 窃取下一代电视技术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谭洪信窃取的下一代电视技术 市值超过了10亿美元 而中国外交发言人华春莹 星期五在回答记者有关 王新被捕的问题时表示 美国方面以所谓军方背景理由 抓扣中国留学生 这是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的 严重侵害 他说美国强调军官背景 无非就是要把中方有关人员 妖魔化 标签化 华春莹说 据我所知 王新只是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医生 我看不出来 他怎么会危害 美国国家利益或安全 他敦促美国 不要对中国在美留学生人员 进行限制和打压 并保障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估计 颜 никогда 这儿 这样 外 是 另外 这儿 遍 大 我 再 对 看 1984 须